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介绍明镜这个题目在台湾的发展的脉络 因为可能大家会想这个题目是不是现在最近这几年 因为中国关系才开始其实不是 因为其实最早从这个冷战时期 或是所谓这个国共 然后这是在对抗的时候 在威权政府情况下政府主导的明镜 当然在民主化之后 明镜工作与点栏目跟着转型 那一直到这几年 因为就是刚刚提到的 因为中国的威胁越来增加 民间团体这些优下而上推动的明镜 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差别 然后11月底的时候 然后中原院还有搬过一场工作坊 一个论坛关于这个明镜的题目的时候 不少的人也有去参加 然后刘老师 刘文老师也有用 明镜公民运动中的心理防卫为题目 发表一篇论文 然后讲论文好敏感 没关系 好 我相信 经得起考验 我们的演讲会放在下方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想要从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明镜这个题目 刘老师今天也可以给我们 从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说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怎么去看明镜这题 那所以我先讲一下 我自己为什么研究这个题目 其实有三个面向 那第一个可能大家会比较 压抑的是 因为我一直是做性别运动的研究嘛 但是到2019年之后 发现我追踪了很多北美的 这个女性主义为主的团体 她们开始发起一些 针对台湾独立非常负面的一些运动 那包含像是 其实蛮知名的一个反战团体 叫做Coping 那她们一连串发表了很多 可以说Petition 就是要人家签名的这个东西 然后就说台湾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那我们应该要尊重就是 一中的这个原则 好哦 禁止美国对于台湾做军售 所以会发现 很有趣的是 2019年后 我观察到很多北美这些 偏左翼的 尤其性别的团体 对于台湾开始不友善 那她们也会认为 香港的这个运动是 比如说CIA自助啊等等 所以我会开始关注那台湾在这种地缘政治的状况之下 到底要怎么样夺回自己的发言权 各位听众也知道 因为在台湾本国内 我们也有这个所谓反战的辩论嘛 那很多也是可能自称为左翼的学者所发起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我很想要进入这个研究 那特别是比较以台湾公民自己的主体性去理解 备战的重要性 那第二个可能也是跟卧槽工作比较符合的 也就是作为一个318学运后的这个世代 很多的这些民间团体都有持续在关系 就是台湾社会的各种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民间团体从在318之前 都是一种比较监督政府的心情 会认为说国内的机制 我们要更透明啊 然后更公开 可是面对中共对台湾的战争 有时候更公开的资讯 其实并不一定可以帮助国安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新的矛盾 尤其是在台湾面临外国的威胁之下 公民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们是不是只能够依赖国军跟国防部的这个资讯等等 我觉得它成为一个新的矛盾 那加上其实很多的社运团体 那包含我自己 其实在整个政治化的过程中 都非常排斥了解军队跟国军 因为觉得它就是一个威权的象征嘛 但是台湾面临的这些状况 又让我们不得不去关心这些事情 我觉得刚刚就是刘文讲到第二个部分 其实卧槽蛮有感觉的啦 因为卧槽一开始其实就是走这个公开透明的路线 我觉得这个题目让我们想到 就是我们自己的演变 包括我们自己读者 还有我们得到feedback的演变 就是说大家我们开始很期待 就是说好像我们把事情公开透明 然后找到这个词 现在听起来就像张罗 对被某一些人弄的 就所谓新政治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碰到问题是 我们能做的 有时候好像不是只是监督政府 因为在某些议题上 政府虽然这样讲不一定那么精准 但是它不一定跟我们是对立一面的 我们可能真的要试着要去 试试各种方法是说好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事情变好 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除了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 或是对这个政府喊话之外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些什么 所以卧槽这几年开始关注民方 这个题目也是这样就觉得 我们发现政府他们好像有在做 但是真的就是我讲不得要领 或是说他们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他们有他们的限制和局限 那就好OK 我知道这是你的极限 那不然我们就把自己 我们能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不同有趣的方式 推广民方的方式 就卧槽自己来做 都是比政府来好 给他们展现一些就是 你可以学我们没关系 你可以多看看我们民间的做法 让政府可以学取 有啊他们有偷偷操一些 学历其实那时候被操是蛮不满的 我看到他现在的表情就看得出了 对就是正想要吐槽说 真的没关系吗 对就因为我们讲到政府 其实公民团体跟政府的关系 通常是对立的嘛 但是在备战或是民方这件事情上 我们发现其实政府要分开两个部分谈 一个是所谓的国防部跟国军 一个是执政的政府 然后会发现其实在民方这个 你可以说社群走久了 就会发现其实政府跟国军 可能也有某一些冲突跟矛盾 所以变成是这三方角力 那公民其实可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去推动或是去push政府跟国军 进行一些改革 而不一定只是单从政府面去做 那我要偷偷讲个八卦 反正我们今天除了刘文老师之外 没有人的名字露出来的 好那我就可以讲 其实我们在 就这两年在推民房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有跟一些政府极高层人士 就互相沟通过 那他们其实说实在也很 也很像刘文刚刚提到就是 你以为他们不想改吗 你以为他们不想做吗 推不动 或者是说你们我们现在看到很极小些维的改革 已经是他们推最用力能够改变的事情了 所以他们就有点像反而拜托我们说 你们在外面就是制造多一点的声量 make noise 让他们有更多能量回去push 内部的政府的体制的改革 对因为这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国家形成很特殊嘛 就一开始是威权政府 那威权政府尤其在蒋介石的统领之下 就是党政军合一嘛 那当然现在台湾的国家化 有把这些东西都分开 第一个军队国家化 政党也有轮替 可是可能军队的文化跟它依循的体制 它不免还是会有在讲诗器 或者是威权政治的那个包袱 这是其实光是很明显的这个整体的政治意义形态 很明显就可能会跟执政的政府有很大的差别 甚至冲突 这样的话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研究 因为我们去年出了一本公民行动指南嘛 所以我们开始research很多各国啊 或是政府或民间 推出所谓民方手册这样概念的东西 然后呢我就上网就买到了一本 大概好像是我记得是这个什么 大概1970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出的这个民方手册 很有趣哦 那个时候出版单位是谁 是警总警备总司令部 就是那个大家说 白是恐怖时期的那个警总 那是警总出版的民方手册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古早时期 政府就有时候到家说做民房这个工作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威权时期 就是有点像是政府有上而下 统治的这个概念去推动民房 跟比如说我们现在民主化 不管是其他民主国家 或者是说台湾现在相对民主化之后 想要在体制内推动的民房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刘文老师 有没有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多数国家的民房体制都是国家主导嘛 就是这种比较top down 尤其是冷战时期 那第一个民房组织这个概念 应该从英国在一战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时候遇到空袭啊 那觉得民众他们需要有 比如说躲避的地方 那怎么样去动员他们的民众 那二战的时候又更加明显 包含从美国主导的这种民房体系啊 苏联也有自己的体系 当然你可以说中华民国的脉络 一开始也就是在 蒋介石的所谓总体战的策略之下 他很强调的也是 像刚刚所讲的党政军合一 所以但他这个意思会比较是 军队是主要 军队是被党给领导 民众就是要follow军队跟党的指令 所以我要你反攻大陆的时候 你就是要放下一切 然后去前线 或者是如果军队要去征招 任何你的民生物资 你就是要听话 所以他的确是有一个 这种比较是威权统领的一个脉络 那在美国他当然 毕竟是民主国家嘛 所以他相对的不会是 他还是有一个立法的限制 但其实美国他在 60到70年代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 他们陷入这个越战的胶着 所以很多的这个公民团体 开始也非常反抗 就是以美国政府主导的 这种民防的演习 比如说他们那时候 从50年代开始 发很多的这种文宣 比如说如果遇到核战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啊 我们应该要什么 就是要躲在 我们的桌子之下之类的 民众开始觉得 这些演习 似乎变得比较没有意义 那他们会觉得说 主要还是要美国 停止跟苏联的 这个核武的禁竹 才能够真正保障安全 所以其实到70年代的时候 有非常大幅度公民 对于国家制度民防的反弹 当然在台湾比较特别 我们是戒严时代 是我们可能不能够 无法反弹 对 或是要反弹的事情蛮多的 不是从何反弹期 对 所以的确 所以像刚刚萌萌所讲的 在冷战时期的民防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跟特色 因为刚刚讲到冷战时期的民防啊 讲到这种党政军领导百姓 要放下一切千万前线 我就想到说 其实沃草今年去了马祖 对那因为台湾比较早就解除了 这个战地任务 但基本马祖作为这个前线 前线要加一个引号 被强制成为前线的状况下 他们可能比较晚 才进入这种解除战地任务 对他们就保留了比较多 这种所谓的战地风情啊之类的 对那我觉得其实蛮微妙的事情 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马祖那些东西好像变成一种观光啊 或者是一定程度大家拍照的点 但同时马祖的军人 其实还是多的嘛 然后比如说我们也有遇到 就是军人在跑步啊 然后去跟他们聊 然后沃草也去看了一些 他们的民房设施等等的 然后也拍了一支影片 也要放在这个资讯栏处再请大家看 那我知道刘文老师最近 也有去马祖对不对 那有什么样的观察 跟我们分享吗 去参加那个艺术展 双年展 对因为有跟当地人 做一些互动 就发现其实军事 占据他们民生 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直到香港雪莉所讲的 就是到至今 它还是一个民生经济的重点嘛 无论是军事观光啊 或者是他们遗留下来的 很多基础建设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变成马祖的一个特色 但我刚刚想讲的就是 也许这些威权体制留下来的 制度跟政策可以被改变 可是我感觉是 当时所 蒋政府所 遗留下来的那个国族意识形态 其实是最难改变的 包含 可能因为现在要选举嘛 那就 我们会听到所谓的中华民国派 对 很微妙的一个派别 所以这个框架 我觉得像我在马祖也观察 它变成是 好像是一个凝聚马祖人的一种 对于国族的想象吗 因为他们会觉得 如果是以台湾为主 可能马祖跟金门就被分开了嘛 所以我觉得好像的确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焦虑 我自己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很有趣 因为比如说之前 有一些单位的社会运动之类的 他们可能用台湾为意象 在做图像的时候 就会有金马的朋友 可能就有点觉得不是很自在 他就觉得他被排除在外 那我觉得其实讨论到民房这件事情 确实金门马祖的情况 跟台湾也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中间的微妙的地方 可能就是这几年 我们得想办法解决 或者是处理的问题 刚刚刘文老师提到的东西 也让我想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推民房 现在我们也自己在推这个题目 我们也都会在问自己说 我们好像现在要大家 有点像说 你大家自己要锻炼自己 或是你要学习相关的知识 要做什么演练 那我们民间团里在推这件事情 要民众大家学习做的行为 好像某些程度跟当年 威权政府要大家做的事情 在行为的层次上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那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民族化 就是我们整个 不管是军队国家化 或是整个投标体制民族化 那我们要怎么看说 到底为什么威权政府的时候 政府叫民众做这件事情 跟我们现在 同样都是抵抗所谓的 中国或中共的这个入侵 我们好像叫大家做同样的行为 但是这个背后的概念 会有什么不一样 民间自己推动 跟威权政府要大家推动的差异是什么 就是这一年来 自己也参与很多民房课程 跟十多个民房组织 我的感觉是 这些技术跟技巧的东西 当然都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敌我辨识 跟国族意识的改变 因为比如说像在中华美国政府 他们91年废除那个 动员临时勘乱条款后 从蒋政府的时代 把中国视为所谓的废区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嘛 所以我们要攻击他 解救大陆同胞 但91年这个条款废除之后 突然的这个中国变成 所谓的大陆地区 包含就刚刚像那个水利所讲 像马祖的人就会觉得说 对啊现在战争已经停止了 我们就是要恢复两岸的交流 那大陆也是 可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虽然不一定是国族想象的一个部分 但是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会变成一个 我觉得蛮吊诡的状况是 作为一个国家 我们好像很难想象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的宪法也不清不楚嘛 这也导致可能从政府 由上而下的这种民房的教育 也很难说清楚 我们跟中国到底究竟要保持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早期的民房比较明显的是 至少在蒋介石的时代 就是要反攻大陆 要攻回大陆地区 那在70年代后 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梦想 所以就是要直战于境外嘛 那我们现在仿佛是延续了 同样的概念是要直战于境外 可是这个境外的势力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 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被说清楚 尤其是从官方 我觉得官方的角度也蛮尴尬的啦 因为比如说就算现在是蔡英文执政 对台派来说 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满意 民讲政府执政的时候 一些政治的立场啊 或者是这种中华民国的关系 那确实是蛮尴尬的一部分 那因为比如说刚刚讲到 威权时期的统治 这种从上而下的党政军统领 那我其实觉得有一个微妙的地方 其实是也会跟我们的政党意识形态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比如说之前在陈水扁时期的民房 那比较是从军方主导转到行政体系 就他试着做出一些改变跟调整 但后来马英九执政嘛 那马英九执政他当然他的立场 就比较是这种两岸交流啦 然后不会去强调中国是敌人 所以立场就变得尴尬 那可能对于比如说金门马祖 这样子的被迫成为前线的地方来说 那样子的逻辑可能比较是中华民国派 还好理解或者是好有一个位置的 对但因为现在这个两岸的所谓交流 又稍微停下来嘛 情势比较紧张 我们又进入一个要准备民房的情况 所以民主化之后 政府这个推民房的角度 其实也会跟着这个政权的改变啊 或者是立场有很大的不同 对所以就是这种政治上面的转换 是不是会导致民间对于民房 比较没有信心啊 或者是大家觉得说 好像可能之后又会改变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从1992年就是李登辉总统 成为第一个民选总统嘛 那他也试图把军队国家化 另外也有陈水扁他推动的这个军队的专业化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细节的制度改变 比如说我们要把教官 对对慢慢退出校园 那这就是一个从威权走向民主的一个象征 教官离开校园之后 所谓的早期的军训课 可能也要寻找新的定位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不再是以反空大陆为主 去想象我们的军训课 或是公民教育的课程 那我们的内容到底要是什么 那我觉得中间可能的确有一个很大的空白 是因为也许也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 我们都觉得只要两岸交流就不会有战争 所以也不需要去做备战这件事情 所以变成是即使90年那时候有一个 想要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 可以说一个愿景 可是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空白 那直到现在我们才来检视这个问题 是我们的这些课程到底应该要上什么 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问题 我想到这课程当时我想到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刚刚我们我早就在做这方面提案 所以就是像我都常常会去书店 去翻各种跟这种全民国防教育有关的书 这是某某个人兴趣 对对对 我上班的时候翘班 翘班去哪里 去书店 没有关系这也不算翘班 逛书店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本 就是看起来是全民国防教育的教科书 而且就是编的人 还有就是写序的 都是政府高官 我记得还有一位是宪政的国防部副部长 市长副部长这个写这个推荐序 然后翻开那种非常surprise 就是他里面在讲这个国防战略的概念 还是停留在就是这个非常 怎么讲的大中国的思想 然后会讲说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都是美国在挑衅 日本的军国崛起 试图要影响中国成为这个新一代的霸主 你有确定出版日期是2023吗 对出版日期很恐怖 2023 所以我们就担心就说 哇而且那种编排的方式 就觉得这个他的章节 看起来就是一个教科书 该不会那以后要成为 就是这样讲教官如果推出校园 军训课改成这个全民国防教育之后 该不会我们的小朋友未来要学这个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民间我们自己 还有我知道有些团体在推 就是说那我们自己要来做一些 更好的教材 或是更多元的方式 让民众让学生 有更多的管道可以学习 推销一下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个 2021年推出这个 公民心动指南 然后我们知道 虽然就是这个东西很不错 然后这个国防部也有参考了 我们很多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年又来 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前两个礼拜 也正式上线推出了 我们新一版的这个民防手册 叫做积极行动指南 我知道像那个刘文老师 有参加过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团体 在推这些民防活动 课程讲座训练等等的 那这个根据你这个实地 参与的经验 我想知道说刘老师 觉得台湾经历了 比如说马政府时期 官方的态度比较消极 让整个民间 关于这个议题不再去碰 为什么又在此时此刻 台湾好像民进团突然这两年就开始蓬勃发展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民防的题目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因为我发现 其实也是跟沃草伙伴讨论 我觉得一个时间轴蛮重要 是2018的那个 韩国瑜的选举 他也是一个加速师 他是一个加速师 对因为的确那时候 我觉得可能是 一般的台湾民众发现 原来资讯战士会影响大选 而且那也是第一次有国际报导台湾的选举干预的状况 所以2018我觉得是很多的公民团体开始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中国它系统性发动的一个资讯战 它不再只是零散的假消息啊 错误讯息等等 直到2019我们又进入这个所谓中美科技战的白热化嘛 那还有这个香港反送中 那加上2020年这个COVID-19的加速 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台湾其实在一个 我称为有点像准备战的状况 包含我们那时候对于口罩啊 民生物资的统筹 然后政府也发了很多行政命令 比如说要就是公民待在家 那这个其实也蛮像是一种类战争的状况 那包含其实政府用了很多战争式的口号嘛 像是同岛一命啊 还有什么感觉已经很远了 对 就有一些备战式的口号 那个时候我觉得 尤其是参加很多民房课程会发现 很多的这些教育者 他们会把疫情当作一个 大家想象战争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就会说 就像我们去年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错误的讯息啊 我们可能要到7-11去登记口罩啊 很多时候战争可能就是会有这种后勤的问题 所以疫情变成很多民众想象 战争离我们最靠近的一种状态 最后让我想到就是这疫情期间 其实也看到 我觉得这跟民房也非常像 就是一般我们想到国防这个大庭的话 我想到这当然是中央政府嘛 但是就跟疫情一样 我们疫情有中央指挥中心 但是呢就是地方也会有这个 他们的这个防疫的实际的处置 民房也是 我们之前就看到民房法规 就说跟大家讲说 地方选举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民房的这个 在各县市的最高的智慧官是县市长 对所以说 新北市就是好有意义 对如果之前没有成功罢免的话 那是韩国瑜在高雄市负责这个高雄市的民房督导 对啊或甚至里长 因为如果你隔离在家的话发那个care package的 对对对对 就是里长 就是我觉得这个拿这个疫情做战争 比较其实真的蛮好想象 而且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 很多18年因为咨询战 然后20年疫情 都是让大家可能会思考到 原本以为所谓战争是军人的事情 真的会有一个前线 军人在做战 然后我们这个公民 一般人民就在后方 躺着 躲起来 对站着躺着 OK 但是后来发现说原来前线可能发现在我家里 可能在电视机里面 可能在手机讯息里面 或是疫情 他就是直接穿越这个前线 到了这个社区之中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提到 就刚刚的提醒就想到 这真的是一个蛮接近的比喻啦 对我想讲一个就是 比较社会性的侧面 因为大家说台湾的人都很爱戴口罩嘛 可是这个真的是很基于台湾整体的信任程度 你怎么会相信 就是政府给的资讯是正确的 或是你会相信 我不要去囤积这些卫生纸啊 或者是我就是用黄牛 买一对口罩累积在家里 那我相信政府 他说我每两个礼拜会配给你几个口罩 这个东西会被follow up 所以这也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展现 因为在战争时期 我们最害怕的其实就是群众的恐慌 那只要有一小群的人开始恐慌 他没有follow一个整体的秩序 其实整个社会 其实会没有办法放生 我觉得刚刚因为提到比较多 像民间 我们看到民间团体有在推一些倡议 或是民间帮他推广 那老师有看到 就政府到底现在 有在推一些什么事情 或是说那如果有 那跟民间的差异又在哪里吗 还是没有 政府推动的 我觉得因为从政府的想象 他们我就要分几个奖 因为他们会觉得民房 当然就属于内政部的事情 那如果是跟像是国防部的人沟通 他们会觉得他们概念中的民房 是所谓的后备军 后备役 那他们就觉得 哦国军已经有所编制 所以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蔡政府之下 他有去改善这个后备役的一些资源 或是训练的状况 那这个当然是 我觉得是好的方向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 尤其是这种公民团体的 我会称为是公民防卫 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三个概念 一个是全民国防 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国家整体的 对于国防教育 跟国防的政策 民众怎么参与 另外一个是 全民防卫 或公民防卫 那是一个更加整体的 公民自主的 那包含很多非军事的 对不对 整个民间的信任啊 跟民主秩序等等 那还有一个 其实民防 讲到民防这个专有名词的话 它其实稍微比较局限的 因为对于政府的想象 它就是 我们的警政署下的民防编制 到底要有什么改善 当然这个改善也是重要的 其实就访问很多组织者嘛 都知道目前的编制是不够的 资源也不够 训练也不够 对于这个现代战争的想象 也是不够的 所以如果要从这三方面 都去改变的话 就是第一个嘛 国防部的后备役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政府的内政部之下的 这个民防编制 可不可以现代化 那第三个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就是我们从民间 怎么样真的达成 公民防卫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不能真的靠政策去做 因为像我们刚刚聊到 如果完全是一个 国家主导的 无论是国族意识 或是战争的准备 它很容易会 引起民众的反弹 我觉得 尤其是台湾并不是一个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嘛 那如果它 以一个特定的党 它发出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 那我绝对会引起 更大幅度的反弹 这个到底要怎么做成 其实就是要靠 从很多不同面 从教育面 从心理面 从文化面 大家要自己从自己的行动中 去凝聚那个 新的国家意识 我觉得这个才是 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 其实目前的各方面的资源 或者是设备跟准备 其实都蛮不够的 那因为我们有同事 就是这个以身作则企 就去参加了这个 地方的民房大队 那就发现 就是其实 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意识 比如他们就也会 在活动上面讲说 外面的人都觉得 我们就是来这边聚餐吃饭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但他们就会在那个活动里面讨论 发现说 其实其他的 譬如说 易警易交之类的 好像是有补助 但是民房大队是没有的 那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因为民房大队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事实上完全没有补助的话 它很难进行下去 那时候我们同事就去参加 就发现说 像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很明显在政策上 或者是资源上 其实都蛮有问题的 对 那因为其实有些政府部门 已经开始跟民间有合作 比如说内政部消防署 那就是有这个防灾室的培训 那我们同事也去上了 防灾室的培训 对 那里面就也会发现说 这种有点尴尬 或嫁接的情况也是存在 就有一些老师 或有一些培训的部分 是很认真想要做这个事 然后有一些就是 很明显他可能 有一点来交差 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想象 他可能不觉得民房可以做什么 对 但我觉得整体而言 听起来还算是 有努力在往一个方向前进 对 比如说消防署啊 或者是内政部等等 他们都已经有在努力 但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政府部门 比如说国防部 对民房的认识 可能有一些这个 不是很友善的误解 比如说邱国正讲说 黑熊学院不是说 他们都在打气弹之类的吗 我觉得对 但我不知道他的这些资讯哪里 但我觉得他的理解 跟现实实在有蛮大的落差 的确也是有这些 培训空气软强的组织 那他们也是非常认真 跟专业在做训练 但的确据我的观察 多数的民间发现民房组织 其实跟用到类似武器 这个都离非常非常远 对就像刚刚雪莉讲 可能很多还是关于这种 紧急应变啊 然后救灾防护啊 比较是以这种技术为主 而且事实上 我觉得很多时候 大家就是基本的 只要愿意组织起来 然后比如说 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去找谁 或至少你知道有个团体 可以互相协助 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是 很好的开始了吧 就是政府应该要在这件事情上 比较正向一点的看待啦 这样子 所以目前其实是 有一点尴尬啊 有些单位是比较保守 不太愿意接纳体制之外的 这种民间团体的合作 那我们其实也看到 有一些政党 对于民间组织 推动民房的态度 是非常不友善的 哪些政党 还需要讲吗 就是除了民进党之外 都不是很友善吧 有啦 有些政党也是 小党也是蛮友善的 小心讲 小心发言 哦没关系 我是匿名 反正骂卧槽 没有啦 开玩笑 但我觉得这可能源自于 在威权政府期待之下 他们觉得武器 就是属于国防部的嘛 那的确 在目前我们的宪法之下 就是一般民众 是不能够拥有枪支的 我没有说要改变这件事情 但只是很多 这个国防部的担心是 他们会觉得 只要其他的单位 拥有武器 就会造成可能叛乱啊 或者是内乱等等 但如果是轻型的武器 尤其是像警政署之下 他们也拥有某一些 这种比较小型的武器 我们会想象另外一种 比较中介的方式 可是对的确 我觉得国防部的态度是满意 因为他们肯定会觉得 这个资源就被拿走了嘛 其实我觉得还甚至 不用到那么远吧 就是国防部如果担心的是 枪支啊 或者是武器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退一点回来 来讨论 如果不用枪支 或不用这些东西 民间团体可以做什么 对 就其实是 有蛮多事可以做 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这种民方大队 那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去 把他们组织起来 然后有没有做该做的事情 然后有没有给适当的支持啊 不管是金钱或者是实际训练上面的 那这我要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有同仁 就是以身事法去这个派出 用以身事法这个词 没关系 我们就稍微当作暗示 好 总的他就真的去参与 就是那种派出说 他们现在都会鼓励大家 就是尤其是几岁年 相对年轻的人 去参与这个民房团队嘛 然后呢 就我们这位同事去参加之后 大概参加一两个月 后来就间接知道说 你原来你在这个卧槽工作 有在推广民房 就我们的同事就在他们这个民房 大队中队什么的 就是几百人面前 负责不敢讲教授啦 介绍 介绍什么是民房 突然就是哇有点 渗透成功 有点 可是突然有某种程度是高兴的 我们被这样 也高兴 那另外一方面就有点害怕 就说等一下 那他们原本在干嘛 但是我觉得必须说 他们是有心的 他们真的想要 我们好像可以做什么 但是有点像政府的资源 没有把他们这些能量 接起来 我觉得这是很讨厌 就是很多人 不然很多民间团体 把六人老心也知道 在做各种事情 但是政府没有把这能量 接起来 那很可惜 比如刚刚有提到 内政部啊 或是有些单位 也许有接到一些 但是像我们今年 应该十月份左右吧 我们有去采访 一个民间团体 自己合办的演训 我不知道刘文老师 可能有印象 十月份左右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做非常多 不同的任务的整合 比如说有些人是 像是军人 他们是模拟 是军人士兵 那有些人是模拟 是民房的人士 所以就是像前线 有人在作战的时候 如果后方 有人受伤 有人搬运 其实有一些 有受过训练的民房的人 是可以去协助前线 减少他们的负担的 但是我觉得害怕的就是说 你看内政部的事情 就算好接到民间单位 国防部自己做 国防部的事情 他对自己的民房 有自己的想象 政府和民间 能量接不起来 政府和政府之间 好像也没有对接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好像有点 是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 对 听到很多团体的需求 其实他们觉得 政府没有提供一个平台 整合的平台 所以很多资源是分散的 那就变成有点碰运气嘛 如果你刚好遇到一个 比较friendly的 竞争署 或者是里奖等等 他愿意 有新的知识啊 他不会觉得跟你合作 就是有政党色彩啊 等等 才比较有可能 就是有这种深入的交流 不然 对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个结合这么困难 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方式 可以促进民间跟这个政府 我们的这个合作 这个立法院好好选 很重要 进入我们今天的业 可以主要 随着要选谁 尴尬这样 安静 没有 我觉得就是可能回答刚刚 某某有问题啦 就是要选谁这件事情 大家真的是要回到 比如说最早我们318的时候 就在推广 就是大家你至少先回去好好 关心你的户籍地 你要投的人 平常讲什么话 就你研究你那一区就好 我觉得不求大家都 很了解整个台湾政治 你先了解 你先投自己那一区啊 不是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 关心全台湾 然后结果不关心 没有 那也不是gay啊 关心全台湾 结果不关心自己要投的那一区 有 他就进了那个投票 那个拿了票 说 谁 他刚刚不知道这是谁 所以谁是谁 但他可能认识很多其他人 对 所以我觉得 回过头来就是刚刚讲的 投票好投 那就是你要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你家那区候选人 但我觉得可以讲啦 因为像 你不可以像台面上的总统候选人 像侯康培嘛 对 侯友宜他就有说要那个 兵役换成四个月嘛 那他包含就讲到 我们刚刚那个离岛的议题 就是盖金夏和平大桥 对 大家可以思考 这个到底对我们的国防 是不是有帮助 那我觉得是很负面的吧 或者是赵少康就根本不用讲了吗 对 赵少康的路线应该 欸 不过我们听众可能较年轻 大家可能想说谁啊 就会看到卧槽的报道 对 我觉得刚刚提到的 刘老师提到的那个也很 就真的大家 不要以为就是说 你的投票行为 跟我们现在关心的议题 是差很远的 很多事情其实就像默默被改变了 就像18年那种 大家开始 很多人就shock到关心 就说 哇原来咨询站假讯息 真的会影响你的daily life 原来韩国瑜这种咖 真的选得上 不要以为 原本想说 其实蛮好笑的 很像来看那个贺岁片的感觉 没有选上了 你就知道怕了 对所以真的 接下来投票 大家也要 对 仔细看一下 到底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民放议题 真的想要保护我们的台湾的话 到底哪个候选人 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 是开放式的问题 欢迎大家自己去 一个很小的 就是2020年那时候 我隔离回台湾 然后我在台中市 然后市长是卢秀燕 然后我的care package里面 就是有爱奇艺的 免费观看证 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个 其实在local政府的这个层级 它都可以非常地去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 或是文化的思考等等 对 或者是 就会差距蛮多 这种软性的进入的方式 其实是大家就没感觉 但是很有效果 这个真的是 这其实就值得 握曹我们写一篇文章 好 已经太久远了 爱奇艺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是 对 好 我们还是回过台 我们今天提到这么多主题 其实也在想就是 我们在做民间团体 在推很多事情 卧槽 然后是其他的团体 其实都是希望说 我们先开始做 我们的自由度比较高 虽然我们财务自由度没有那么高 好 就是我们不要自由啦 所以希望说我们做一些事情 可以刺激到工部门 就是说 原来可以这样做 像我们的公民指动指南 就获得了这个国防部的参考 认可 对的认可 引用 引用也好尴尬 那已经远远抽出引用范围 等一下节目结束后 我们再跟刘文聊一下这件事情 对 他参考文献好像没有放过我们 一参考文献没有放 二那就是照操好吗 我可以第一次三小时 好 先结束 你继续讲你要讲 好 对 那也是有别于过去 就是比方威权政府的时候 就是上额下的推动这个政策 如果民间团体自己有能量 去发展 然后从下额上推动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改变一些 大家觉得说 政府叫我做这件事 我就骗不做 因为为什么 你凭什么叫我要做什么 所以民间推动 会有这样的反过来效果 我们自己来推动过程中 我们其实还有发现说 有另外一层效果是 在关于这个题目 很多国际有人 都比台湾自己的人还要关心 所以很多外国媒体 智库 他们来台湾看到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当然曾讲卧槽的经验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卧槽 自己做这些 不管是手册 或是线上的一些 推广的文章资讯 他们就会觉得 哇 你们台湾人是不是很 willing to defend your country 你们是不是有那么高的意愿 防卫你们国家的时候 这些作品 这些民间团体的产出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又回过台就变成说 你如果是自己这个国家的人 都不想要保护自己的话 那国际干嘛来帮助你 那我们反过来就证明说 对 我们很有意愿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大家很快来 一起来 对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不同的一个 帮助我们国防 或是整体防卫的一个方式 对 就想把你可能比 珍珠奶茶更有用 去显示台湾的抵抗意志 因为的确 我那时候也有研究很多 国际外媒 他们对于台湾 面对这么多军演 尤其裴洛西那时候 就很多这个中共家具的军演 那尤其纽约时报 记得很清楚 他们非常typical的这个setup 就是会是一个小吃点 然后一个阿伯 他的背面看着新闻 然后默默的吃着这个他的面 就是完全事不关己的这个感觉 那他们都会用很冷漠来形容 台湾人面对战争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国际形象 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并不是不关心 而是其实没有什么管道关心 因为只要你一关心 很容易就会落入 尤其是这种两党政治舆论的 你是反战 还是你中华民国派 还是你就是要挑衅中国 像这样的一个论述 所以如果从民间发起 我觉得是希望可以制造 第三种论述吧 其实大家都不想要战争 但是我们要做什么 对啊 对好 那很高兴就是今天刘文老师 来跟我们聊 他在民房领域相关的观察 然后也分享了一下他的研究 那相关的文章 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然后大家可以再参考这样子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主要聊的是 关于民房的题目 那下一集我们会来聊心理反胃 对那今天很谢谢刘文老师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握草民房共和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防卫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握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握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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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的